熊玉作为曹操手下第一大谋主 扶走了曹操二十余年 然而可惜的是这样一位公骨之臣 最后没能善终 随着势力扩大 地盘扩大 曹操的野心越来越大 直至建安十七年 曹操终于露出了狐狸尾巴 曹操想要禁决魏臣为魏王 众大臣劝皇上 帮曹操为魏王 陈玉 车野 毛剑和更更够了 马帝金总招 侍候为定 想推曹操进人佛宫 九夕废物 以将疏功 也得先跟徐律商量 徐律当场意图回决 并提醒曹操 应该以忍忠贞之宠 守退让之时 也就是敲打曹操 别翘起尾巴 忘不出息 对此 后汉书《徐律传》记载如下 本心义兵以匡朝邻国 以忠臣之争 守退让之时 君子爱人与德 不亦如此 荀操当众斥责重臣 滚滚诸功 陆路汉城 持君路 要受国恩 今日 却成一败 护目败草 无一独结 曹操 曹操是个有着极度欲望的人 寻臾 却是有着极度怀旧思想的人 就这样 寻臾和曹操 政见产生了严重分歧 在这种情况下 曹操只能忍痛和爱 逼死寻臾 据史书记载 曹操派陈玉 将一个空盒子送给寻臾 接到曹操馈赠的石盒 寻臾心里十分高兴 可当他打开石盒一看 却是空的 心里暗想 曹操是个精细的人 绝对没有送我空盒子的道理 莫非是让我自裁 评论下 曹操平时带人 宽有扩大 言谈细笑 尽有所言 再加上往日带往推行之后 若是对我 有不满意的地方 必有行动 你一无所知 便自我之舍 左思右下 不得要理 行李 心灰有 伤心一人 即拔剑自闻 后曹操得知 寻臾去世后 大复故事 并对属下说 寻臾君啊 何行周倍 民众天下 百十年间的贤才 也没有人能够赶得上啊 君我相处了二十余载 所尽其谋最多 没有寻臾君 我得不到今天啊 我失去寻臾君 既丧良师 又折异忧 损伤公布 损伤公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